由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主办的新格局下的两岸经贸合作与台湾经济发展研讨会13号在北京举行 数十位两岸台商代表及产学研等各界嘉宾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活动 就两岸经贸合作与台湾经济台商台企如何融入大陆经济新格局新形势下 两岸如何开展经济交流合作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形成了广泛共识 新形势下两岸经贸合作对台湾经济有何重要意义 台商如何融入大陆经济发展新格局 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如何深入推进 围绕破解这些现实问题 与会嘉宾进行了深入探讨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表示 两岸交流往来的40年里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以及两岸人员往来大门的开启 两岸经贸交流合作成就斐然 有目共睹 广大台商作为两岸交流合作的参与者 见证者对此深有感触 两岸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能力 两岸经济不能脱钩也无法脱钩 任何违反经济规律和民心民意的政治操弄 终将被事实重重打脸 此外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 两岸经贸关系经过40年的发展早已密不可分 两岸携手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是造福两岸同胞 推动民族复兴的大好事 希望民进党当局顺应历史大势 回到认同九儿共识的正确道路上来 更好的繁荣两岸经济 造福台湾人民 未经济社会计达引 MARC fallen社会计达社阳